首先来关心今天的头条消息 是跟近期武汉爆发不明原因的肺炎有关 中国湖北武汉近期爆发不明原因的肺炎 至今已经确诊了59中的病例 而当中有7中确定为重症 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 今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不明原因的肺炎在进行病原检测的时候 已经排除了流感、禽流感、腺病毒、SARS 和中东呼吸道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等病原 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能证据 而至于病例为什么持续不断的增加 李刚解释 在全市医疗机构进行追踪和回顾调查的时候 特别是扩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搜索范围 组织专家依照诊疗方案 对搜索的病例进行诊断调查 预计相关的工作展开 病例数量还会有所增加 而根据联合早报 有记者问到 既然未发现明确的人传能证据 为什么要对患者们进行隔离治疗 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李刚回答到 患者临床表现为病毒性肺炎 有重症的病例 病因目前还不清楚 针对这一种情况 较为严格的患者隔离治疗 密切接触者追踪和医学观察 等措施十分重要 也是国际社会同行的做法 李刚指出 冬季和春季的交界 是呼吸到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大家还是需要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 多加洗手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接种流感疫苗等 在人多的地方 必要的时候要戴上口罩 都是比较好的预防措施 接下来只是跟香港有关的消息 香港中文大学第二学期正式开始 根据闹新闻的报导 校园方面决定开始管制访客 师生们都要出示证件 才可以进入校园 港铁大学站还加设了铁栏 非师生的访客一律都要登记 报导指出 中大因为反修例 示威运动提前结束第一学期 学生们在事隔将近两个月之后 重返校园 心情难免复杂 有同学表示 不惜让中大再变成战场 联合早报遗述星岛日报的报导 学校各方面出入口都有保安助手 大约超过10名保安一次排开 要求学校的学生 教职员都要出示中大证件 访客则需要登记身份证 虽然人手不够 但一度排气长容 也有学生指着身上 亦有戏会名称的外套 并无出示证件就获得放行 而有不情愿上进的 中国大陆研究生指出 他提前一周返回学校 对于学校重获修复感到非常开心 也已经习惯出入校园都要出示证明 他认为安全措施处理的特别好 感觉很好 又认为经过了二号桥事件之后 各界都会更加珍惜校园 不会让学校再度成为冲突的现场 而在此之前 中央社曾经引述港媒的报导 在返送中运动沦为重灾区的香港中文大学 其维修费预计高达港币7000万元 费用部分要由中大制行承担 而中大校长段崇智指出 校内回损的情况大致已经清点完毕 有75辆校车需要维修或是重新购买 而这部分的款项已经达到港币3000万元 另外根据新头科的报导 中文大学有一名女学生 去年12月29日从武汉返回香港之后 身体感到不适 中大发言人指出 这名学生5日已经在医护人员陪同之下 和同房的住宿生们一起到公立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再来这则消息 则是跟中联办新上任的主任 骆惠宁有关 到底外媒们是怎么看待她的 香港因为反修例运动 引起的政治风暴 成为西方舆论的焦点 现在中联办的主任换人做 自然就引起外媒的议论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华尔街日报引述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中国研究院主任 曾瑞生的看法 他表示原本的主任王志明被撤换 这无疑表明了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于香港事务处理方式的不满程度 而自从去年6月 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 王志明也曾经被指责错误 孤判寝 至于接任的洛惠宁 他将近40年的政治生涯当中 并没有在任何直接监督 香港事务的中共或政府机构里面工作过 他曾经在安徽 青海以及山西担任地方官员 主要任务是清理当地官僚机构的腐败行为 协助处理习近平反腐工作 华尔街日报分析 陆惠宁与香港决策机构的职业官员们 几乎都没有往来 因此可以不用顾忌到改组香港中联办 和处理香港深层次的摩擦 但是考量到诺惠宁的年纪 也可能表明他只是一个过渡期的人选 中共中央依旧有可能选拔长期的继任者 BBC中文的分析者引述香港建制派人士的言论 指出诺惠宁德高望重而且压得住场 他的经济学专长有利于开拓内地市场 帮助香港经济复苏 而纽约时报则关注诺惠宁与习近平的关系 该篇报导指出习近平应该是看中了 诺惠宁的政治忠诚 以及在棘手安全措施方面的经验 再来这则消息同样是跟诺惠宁有关 香港中联办的主人被撤换 引发外界逐多的传撤 法广引述《法国世界报》指出 北京在香港的一号代表王志明 为中央对于反送中这场运动的误判付出了代价 在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年度会议还剩两个多月之际 王志明人头落地 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但是北京选择诺惠宁继任 则显示北京不打算减少自己对香港的影响力 同时这也是习近平与港澳颇有影响力的 曾庆红人马达成的妥协 报导认为很明显的亲近香港商界的王志明 对大多数港人拒绝向中国引渡的逃犯条例 没有任何预见 进而引发了到现在还未平息的大规模抗争运动 王志明的另一个误判 就是维持2019年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 北京相信香港沉默的大多数会支持挺北京的建制派 但是结果却正好相反 香港市民的投票率非常高 反对派一举多去了18个区议会中的17个旗次 虽然说62岁的王志明下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但是选择65岁的诺惠宁继位 却让众多观察人士跌破眼镜 诺惠宁10月份就已经退休 2018年底也只是以商务旅行的名义来过一次香港 指派诺惠宁管制香港的意图到底会是什么呢 有人说因为他曾经领导过青海和山西两个省份 而其中山西以抱团贪腐特别出名 青海则是人少穷困 虽然跟香港有着天然之别 但是他在山西有尊奉习近平的意志 力行反腐的功劳 不过世界报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多伦多大学中共党史专家佩耶特分析 诺惠宁的升迁跟前任总书记江哲明 以及签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有很大的关系 以及青海的石油邦也有关联 他认为选择诺惠宁可以说是习近平 跟控制港澳事务的真是人马妥协 换句话来说 诺惠宁不过是一个过渡教皇 而在观察人士的眼里 这一次的指派也很难看出 北京是否会改变对香港的对策 不过任命一个当过两个省书记的诺惠宁 担任香港中联办主任 显示出北京当局并不打算对香港退让 而这一项任命也释发出更多的讯息 不仅不能让多数的香港人放心 诺惠宁也必须奔紧神经 因为他将没有太多的蜜月期可以宽限 接下来这些消息就是跟李小佳有关 根据头条日报的报导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今天已2020年已至 香港还行吗 发文指出香港对中国市场的作用只会更加重要 强调一国与两制应该相辅相成 是香港成功的保证 李小佳指出 虽然香港不再是中国GDP贡献最大的城市 但是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 香港一直对于中国企业上市融资 以及吸引外资有独特的贡献 而这正是香港市场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优势 充分的中外联通的翻译机和转换器 为中国创造了重要的战略价值 也为自己赢得了持续的繁荣和财富累积 李小佳常调香港的作用只会更加突出 而不是淡化 对香港来说只有取得中国的信任 香港才有可能制胜 而对内地来说 只有让世界认可香港的独特国际地位 香港才有可能继续帮助中国成功 因此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功的保证 一国跟两制之间应该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香港人若不清醒认知 就会自暴自弃 走入末入 而内地的朋友们若是不清楚的认知 就有可能会感情用事 将孩子与洗礁税一起破掉 再来记者消息 只是跟大湾区有关 2020年广东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4号在广州举行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会议当中透露 广东省今年将会加快推进 深中通道等五十四项 2700多公里续建项目的建设 而今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预计超过一万公里 逐江口将会形成7条跨江通道群 香港将纳入核心区的1小时交通圈 报道指出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 诸东江西岸人流物流会更加的通畅 粤港澳大湾区也会加速 从互联互通走向直连直通 广东会以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和机场群 贯彻大湾区内外快速交通网路为重点 计划在2022年年底 大湾区将会实现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 为核心的1小时交通圈 大湾区至周边城市将会实现3个小时内通达 与全球主要城市航空实现12小时通达 而如此一来就可以达到一级湾区发展水平 接下来就是跟美国有关的国际消息 中国跟美国的战争依旧没有停歇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有两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 华盛顿从2018年开始就密集的向荷兰施压 希望阻止荷兰向中国出售芯片制造技术 而当时荷兰政府曾经许可过半导体设备公司阿斯麦 向中国客户销售其最先进的设备 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 美国官员对于是否可以彻底阻止 这起出售计划进行的研究 并跟荷兰的官员进行了至少四轮的会谈 讨论出售这些设备跟产品给中国的风险 去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在访问荷兰的期间 亲自呼吁荷兰政府应该阻止阿斯麦的交易 2019年7月在荷兰首相吕特访问美国的期间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库普曼 也交给了吕特一份关于中国收购阿斯麦技术 将会造成潜在影响的情报报告 而美国多次的行动似乎也已经开始奏效 在吕特访问白宫之后不久 荷兰政府决定不再更新出口许可证 价值1.5亿美元的机器也并未发货 报导指出阿斯麦是一家芯片制造关键程序 光科技术的全球领军企业 尽管阿斯麦从未投入过中国客户的姓名 但是日经亚洲评论以及其他媒体报导指出 该名客户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杜透社认为这件事件可以证实白宫对于阻止中国 获得世界上最快微处理器所需机器的重视 也显示了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方面阻止 伊朗全球愤慨几乎已经濒临对美国开战的边缘 苹果日报报导苏内曼尼的女儿6号在商礼上对于支持者们痛批 美国总统川普是个骗子 他表示别以为我父亲殉道之后一切就会结束 伊朗文明会为此复仇 还说美国和其中东的盟友以色列的黑暗日即将来到 而根据了解美国官员透露在袭击事件发生后 伊朗各地的飞弹部队也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 但目前还不清楚是为了防卫还是攻击目的 而对此自由时报指出 川普昨天在推特上警告伊朗 强调若是伊朗攻击任何美国人或是美国的资产 美国军队将会攻击52个伊朗目标 部分文化地点也包含在内 不过川普这段话被认为恐怕会触犯国际法的战争罪 虽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CNN的节目美国风情当中为川普辩护 他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做出违反国际法的举动 但是川普昨天晚上度假归来 在受访的时候却没有做出让步 他反而质疑伊朗可以杀死美国人民 可以用酷刑虐待美国人民 可以用路边的炸弹炸死美国人民 但美国却不能动他们的遗击 这样是行不通的 他还声称他并不会因此受到阻挠 而至于伊朗未来对美国展开反击的可能性 川普强调如果伊朗有任何动作 美国将会实施重大的报复行动 再来同样是跟美国和伊朗有关的消息 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指挥官苏雷曼尼 遭到美国军队击杀 伊朗今天在首都德黑兰为苏雷曼尼执行丧礼 圣城军新指挥官卡尼扬言要把美国赶出中东 替苏雷曼尼报仇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苏雷曼尼的商力上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出席 包含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总统努哈尼和圣城军新任的指挥官卡尼 卡尼在商力上誓言要向美国复仇 并且深深将以同等的力量延续劣势苏雷曼尼的道路 把美国逐出这个区域 这将成为伊朗唯一的补偿 报道指出大批的伊朗民众也聚集在德黑兰的街头送别苏雷曼尼 民众把苏雷曼尼的棺木举过头顶 并不断高呼美国去死 62岁的卡尼自从1997年起 获得任命为圣城军副指挥官 他担任苏雷曼尼的副手多年 他过往也曾经发表过多篇针对美国的敌对言论